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别再对不起杨子了,现实证明他已经走上了演员的另一条路 杨子再次成为焦点,他的美貌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 令人惊艳的是,他一身淡紫色长裙,气质优雅,散发着迷人的气场 那人影的羽毛摇曳飘动,美得简直不可思议 不少网友惊呼,杨子的颜值变得这么出众了 今年3月,他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不再与之前的经纪公司续约 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并寻找了新的经纪人 随着机构的转变,他的造型有了质的突破 无论是出席活动的着装还是日常着装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凸显美感而设计的 很多人都在说杨子变得多漂亮了 他的脸看起来有点僵硬,是不是整容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数据丢失或损坏 其中包括定期备份和恢复系统 安全存储设备的使用以及敏感数据的加密 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保护用户的隐私和信息安全 杨子在我的记忆中一直保持着下雪的形象 他有一张可爱的脸,圆圆的,天真烂漫 自从杨子在无知中长大后,他的整容争议就一直没有停过 他的整容争议从未停止过 出席活动时,他偶尔会显得身体状况不佳 确实很像整容手术后遗症,脸又肿又僵硬 网上甚至还有一些帖子专门揭露杨子整容时 作为明星的杨子,即使进行了微调,也不能说有太大的改变 我们都爱美,即使是普通人也想通过整容来改善自己的容貌 更不用说这是电影荧幕上的明星了 杨子琼非常迷恋自己在娱乐圈的形象,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的身边都是俊男静女,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在外表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他的外表,他曾多次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方总是以不适合为借口,即将签订合同的计划总是被推迟 他立即转身寻找更有吸引力的女演员 年纪还小的杨子出道时就饰演下雪这个角色 他在全国广为人知 杨子从小就对表演着迷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演艺事业 然而现实却毫不留情地打击了他 拍完《恶搞之家》前两部后 他心里充满了喜悦,迫不及待地想开拍第三部 然而美好的梦想却被一个电话打破了 有一天,张艺山突然给正在扮演流星的杨子打电话 他对他说,第三部的拍摄即将开始,我们很快就会在片场见面 杨子接电话的时候一头雾水 我不敢相信我不知道第三部要开始拍摄 于是,他决定给导演打电话征求妈妈的意见 他原本是一位投资人的女儿,很渴望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他得到亲生父亲的支持,而且容貌也颇为得天独厚 投资者的女儿毫不费力地为自己申请了这个角色 杨子人生第一次体会到被取代的感觉 杨子在娱乐圈中一直是一个不张扬的存在,被称为小透明 虽然在他早期的采访中,他并没有明确提及自己出演的是哪部电影 不过,从文字细节上,也能看出他已经被替换过很多次了 或许正是这种震惊,让杨子开始怀疑自己的容貌 并对其进行了一些更改 不管表情是否改变,这是不可否认的 如今的杨子,凭借着自己的美貌 已经能够在娱乐圈中取得稳定的地位了 2018年,一部名为香蜜沉浸如霜的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杨子在古装剧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女王地位 2019年,他推出了作品《亲爱的、热爱的》 他在甜蜜亲爱的剧中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出色表现 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和赞赏 此后,杨子凭借出色的演技,迅速获得了演技派的称号 他在香蜜中扮演的角色锦威的感染力在枯戏方面无与伦比 毕竟他的哭戏真是太棒了斯特杰作品 因为金伟经常在剧院里哭泣 所以观众经常在剧院外跟着金伟一起哭泣 凭借他自己的努力,他本来可以跻身顶级小花之恋 然而对于杨子来说,争议却一直伴随着他 除了备受争议的整容问题外 还涉及到他疑似代言泡菜品牌的质疑 毕竟,没有人会和金钱发生任何冲突 然而这边虽然还没有正式宣布 那边却突然取消了 杨子的戏更是受到了影响 现在,人们有了可以使用的把守 杨子代言泡菜之国品牌 引发网友质疑和批评他的爱国立场 对于这个问题,早在2019年就存在争议 2019年亲爱的热爱的引发了纯爱热潮 然而,就在该剧即将结束之际 敏锐的网友注意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在剧集的最后,公布的中国地图竟然缺失了四部分 阿克塞钦,西藏南部,海南和台湾 如此公然挑战人民底线的行为,网友们不能容忍 剧组纷纷遭到群众批评,要求他们做出解释 剧组连夜道歉,并表示已重新上传修改后的视频 观众永远不会接受这个所谓的错误作为理由 他不仅失去了一部分,而是失去了四部分 除非你专门寻找,否则很难找到这种地图 杨子作为女主角,不仅遭受了无辜的指责,还成为了众矢之地 他无缘无故地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工作室惊慌失措,急忙发布紧急声明 然而,仍然有一群人顽强地不放弃 杨子对此事件感到非常委屈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后期制作中的失误造成的 即使需要追究责任,责任也应该由生产者承担 演员永远不会被迫承担责任 尽管如此,杨子的脸怎么样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 在最近的网友评选中,杨子被评为内心娱乐似甜解之一 杨子的长相真是甜美又迷人 然而,这个组合似乎缺少了一点甜味 于是,就有网友提出质疑,认为杨子不配做甜女孩 杨子的粉丝对此并不介意,甚至发表声明表明立场,坚决反对被束缚 意义既在词内,又在词外 杨子不需要被这些外在标签所限制,她是一位实力型女演员 然而,杨子真的能凭借演技登上顶峰吗? 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从客观环境来看,杨子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除此之外,其他三位可爱的女孩也都有自己的作品 不断推出新综艺,新剧,保持较高的曝光度 《小兰花》是于书新创作的,程少商是赵路斯创作的李威,是田希伟创作的 所有掀起狂潮的人,无一例外 杨子的演技比这些95小花还要好 杨子还远远低于85小花的水平 每年都能看到赵丽颖,杨密主演的热门剧 顶级品牌的代言交易是不可挡 观众对演技也认可 谈起杨子的演技,粉丝们自豪地称他为优秀的演技派 然而对于演技的优劣,众说分坛,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随着杨子人气的上升,他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人们对他的关注度也不断上升 杨子的演技还没有达到稳定的状态 湘密曾因哭泄而受到好评,但现在却有人批评其表演过于暴力 情绪激动到了极点,内心充满痛苦和压抑 在同时代的年轻演员中,这种悲伤的表演被认为是最好的,无人能比 这些有争议的片段我们暂且不提 到目前为止,有两场哭戏从未引发过争议 在这些哭戏中,网友们纷纷表示,情绪崩溃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一种无声的悲伤感 出演战长沙时,杨子还没有获得广泛的知名度 他有机会出演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尝试的冷门战争题材 然而,却是杨子在这部剧中展现了出色的枯功,给观众带来了难忘的一幕幕 他与比他大十岁的霍建华扮演夫妻角色 听到亲人去世的消息,我一开始不敢相信 后来逐渐忍住,最后情绪崩溃,忍不住落泪 情感逐渐升华,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 亲爱的,热爱的中,男主突然态度转变,表现得冷漠 他把童年这个角色演得很好,完美地展现了小女孩的倔强和委屈 他的演技实在是太高了,能够精确地控制特定台词中眼泪的流淌 在掌控情绪的能力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 杨子今年没有新剧上映 还有很多戏等待演出 预计今年夏天上映的电影《长相思》已通过审核 范诚诚的《199爱》也已开机拍摄 开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虽然其他剧集相继上映 唯独《三行记》这部剧已经拍了很多年 但依然没能与观众见面 最初的起因是吴征事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火上浇油 最近有传言称林更新或王鹤蒂可能会通过人工智能换脸 甚至有传言称,杨子已经一周没有安排任何工作了 我正准备进组重新拍摄《三行记》 我原本以为这部剧会好起来的 公众号上又出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官博已经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突然开始关注一些海量博主和热门话题 官方微博也开始放纵自己了 你放飞自我了吗? 该官博被网友发现后,立即清空了关注名单 值得一提的是,整个过程中 官方微博从未关注过女主角杨子的个人微博 这无疑会引起球迷的不满 对于杨子来说,节目似乎并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关注 杨子刻意抽出时间,不计报酬的补镜头 这个官方博客好像有点不合理 这些未播出的节目能否大受欢迎还有待观察? 杨子能否保住演技派的名声,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总结 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 杨子的日渐繁荣可由上述事实证明 有句话说,受欢迎的人多是非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难免会带来无端的骂声 忧虑无礼,欲加罪状 杨子的每一个动作在黑粉银里都被视为错误 福图纳泰尔外,杨子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我身边有很多好朋友,无论是在我的社交圈内还是在我的社交圈外 十几年来,她和张艺山一直保持着青梅竹马的关系 她们的交情之深,可以与圈内著名好友何炯,谢娜相媲美 除了工作内容之外,她的社交动态几乎都是娱乐消遣 我的生活很充实 这样一个充满乐观开朗气质的女孩,谁能不爱她呢? 02.于孤腰成员大结局,肖战发布申请告别文 7月20日,电视剧于孤腰迎来会员大结局 主演肖战在此时发布申请告别文字 肖战在《玉骨妖》中饰演时应一角,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每一个角色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都像是一次冒险 勇敢地踏入未知的世界,追求艺术的真实 肖战让我们感受到了表演的力量和情感的震撼 他所描绘的时光影子是善良的,执着的,顽强的,不服命运的 这些品质也深深打动了观众 《玉骨妖》的结局并不理想,久久不能缓步 诗英的消失,伤害了每一位观众对美帝渴望 但我们愿意相信,诗英依然是雪盛花 他已经看到,空桑人民的太平将如太阳般长久 国家的太平将如星辰般璀璨 作为实力派演员,肖战出色的演技让人期待他未来 能为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表演和作品 随着《玉骨妖》的结束,他将继续致力于演艺事业 相信他会以更加成熟,出色的表现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而对于观众来说,他们也期待更多优秀的作品 让我们期待春风的到来,期待更多美好的故事和表演 《玉骨妖》或许已经结束了 但肖战和他饰演的石鹰这个角色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成为难忘而珍贵的回忆 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选择,把握生命中的每一份珍贵,期待新的故事和表演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谢谢大家